下面下面我们谈孔子思想的第二点 也就是礼乐观 我们知道儒家是传承礼乐的 结果弄得中国人也非常推崇礼乐 中华民族被称为礼乐之邦 是吧 孔子的论语总讲理有74次 就是儒家对这个礼非常之重视 如何理解儒家的礼乐呢 在孔子之后的儒者 他们有人把礼进一步的 关于礼的理论进一步的精致化了 他们把礼分成了礼乐 两个方面 把礼和乐都成了政治符号 不是指了那个具体的礼品 或者是乐器 而是变成政治符号了 乐象征着什么呢 乐的意义就是同 他表示人和人是同等的 人和人是同等的 我们不能说人和人是平等的 因为儒家没有平等思想 但是他有一个人和人是同等的思想 你是人 我也是人 就是这样一个 大家不要认为这个概念无足为奇 比如在 总性制度之下 人和人就是不同的 不同等的 人和人就是森严界限的 对吧 那么一群人看另一群人 就跟我们看那个牛马 就是那种感觉差不多 但是儒家不这么看 人和人是同等的 既然他们是同等的 他们就要相亲相爱 这个道理就叫人 什么是人呢 人者爱人 爱人就是人 理的另一个方面就是理 那么理这个符号的含义就是义 它的意思是说 人和人是不同的 比如说 君主和臣子怎么能同等呢 比如说父亲和儿子怎么能同等呢 比如说丈夫和妻子又怎么能同等呢 是吧 所以人和人是不同等的 既然人和人在社会中占有了不同的名分 那么身份低的人就要尊敬 奉侍身份高的人 这就是敬 那么这样一个道理就叫义 在我阐释这个理论之前 大家可能觉得人和义的意思差不多 是吧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 人和义的意思是相反的 乐的方面 强调人和人的相亲相爱 也就是深说一切社会成员之间的友爱和和睦 而理的方面 所体现的别义静 他维护尊卫贵殿的等级秩序 那么我们看到 李和月这种辩证的关系 相反相生的关系 正好就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征 在五四时代 打倒孔家殿的时候 人们批评孔子和儒家 维护理智 维护等级制度 维护尊卑贵贵 那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方面 但不仅仅如此 儒家思想还有一个乐的方面 深说仁爱的方面 人也就是亲亲 人来源于士族成员那种骨肉同胞的关系 那种亲密关系 但是当这个社会扩大了之后 这个爱也就被推广到一切人了 这个尽管孔子所说的这个仁爱 还有一定的宗法性 比如在儒家看来 要先从爱自己的父母开始 但是儒家有这样的思想 劳勿劳以及人之劳 幼幼以及人之幼 在一种村舍精神之中 同辈的长者都是凶 高一辈的长者都是父 那么别人的子弟 对我来说 我也同样要施加十一份仁爱 所以人 人爱经过孔子的阐释 就具有了一种普遍性 也具有了一种超时代的 超宗法的意义了 深说仁爱 在今天看来 好像是老生常谈 但是在当时 还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 因为人我们知道 是从野蛮而文明的 每一个民族 都是经历了蒙昧野蛮 在渡渐 文明起来 这样一个阶段 我们也可以这样想 人就是狼 他们在一起 互相争斗 互相撕咬 是吧 就以那种方式生活着 但假如在这个时候 有一只狼站出来 他对大家说 兄弟们 我们可以不这么生活 那你说 这是不是一只伟大的狼 是吧 在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 出现了一位孔子 他身说仁爱 由此滋润塑造和影响了 两千年之后 两千年以来 中国人的思想观念 向他们的 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灌注了一种仁爱的理念 那你说 孔子是不是圣人 是吧 孔子的人 虽然仍有东方色彩 但这毕竟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他宣告 人和人之间 不只是彼此竞争 剥夺和利用的关系 人们能够用友好的方式 互相结合起来 孔子把这一点 用系统的理论表达出来 影响了中国人的心灵 两千年之久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事件 在孔子之后的儒生 的这个理论模式之中 礼和乐 人和义 甚至被比为天和地 阴和阳的关系 乐对应着人 对应着天 对应着阳 礼对应着义 对应着地 对应着阴 我们对中国文化 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 天高于地 阳高于阴 是不是 也就意味着 乐高于理 人高于义 人和人 亲密 友好 和谐相处 的这个方面 高于 人与人 划分为阶级 存在着尊卑贵贱的方面 所以 人 是孔子学说的主调 这个理论模式 我是怎么画出来的 大家可以看下面 我所提供的史料 悦者为同 离者为义 人近于悦 义近于理 等等这些产事 关于人者爱人 我们还可以向大家 提供一个古文字 来加深理解 这是我扫描的 一条苏文解字 我们今天的人字 是一个人 再加上两行 这个两行 有重文符号的意思 我好像给大家讲过 两短行是重文符号 所以人的意思 是什么呢 就是人人 它表示人和人的关系 这个但是苏文解字 看到了另一个 人字的另一个写法 是一个古文 人字 它上面是一个签 下面是一个心 那么这个字 是怎么构形呢 取慎 已经不得其详了 比如他把他的上部 看成是这个签字 郭木若认为 古文字中 古文字 郭木若认为这个签 其实是身体的身 古文中 从身 从心的那个字 就是人 就是有这样一个人字 本来是这么写的 那么 郭木若先生这个判断 被郭殿初简 发现的67个人字 所证明 大家看看 这是郭殿初简中 的人字 下面都是心 我们今天的心 和这个形象不一样 我们 我们是这样的 是吧 古人的心 它是这么写的 上面这个签 实际就是身体的身 象征着人 所以呢 这个 人字的构成 下面是一个心 上面是一个人字 又可以这么写 清华大学的 了明春教授认为 人字的本字 是从人从心 心中有人 也就是爱人 这是儒学 永恒的主题 所以说 什么是人 就是爱人 也就是心上人的意思 下面我们谈谈 儒家思想的第三点 就是君子观 君子小人之变 是儒家思想中 最有特色的 又一个地方 孔子说 君子怀德 小人怀土 君子愚意 小人愚意 所以在儒家思想中 我们能看到 这样一个模式 这个模式是什么呢 就是把 有生物分成 三个等级 就是君子 小人 和禽兽 这是一个道德的分层 是不是 道德的分层 君子 小人 禽兽 这种表述 昭示着人的存在意义 在于人的自我完善 就是爱人 还不只是人的全部含义 爱 除了爱人之外 人 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要使人 成为真正的人 成为完美的人 成为君子 贤人 成为智识 人人 就是说 人字 还有一个成就 人格的意思 就是很多儒学的研究者 都指出了这样一点 像禽兽 小人 君子 这种表述 就昭示了 人的存在价值 在于人的自我完善 他不断地向更高的境界 这个升华 这就是人生的意义 在儒家看来 在宝石暖衣之上 有更可追求之境界 在权势和财富的战友之外 有更具价值之人生 君子以及理想的道德 节操 知识和教养 展示的人 自我完善的可能性 展示的人 可能达到 也应该达到的完美 智识人人 无求生以害人 有杀身以成人 在面对生与死的选择时 君子应该为道义 而牺牲生命 不像基督教 儒家并不许愿 说你行善 你就能上天堂 也不像佛教 儒家也不吓唬你 他说 你作恶就要下地狱 进入六道轮回 成为恶鬼 这个 就是说 儒学中也没有 既没有天堂地狱之说 也没有因果报应之说 儒家只是说 你在生死关头 选择了正义 那你就是一位智识人人 如此而已 也许有人会觉得 那么对道义的选择 就更艰难 当然也就更悲壮了 进一步说 儒家在人的自身之内 就找到了道德的终极依据 这在世界各大古文明宗 是最富特色的 就是一个民族 他的理念 他对道义和公正 道义 一种普遍价值的认识 有可能采取一种超越的神的形式 是吧 那么这是体现在一种超越性的宗教之上 比如说 在基督教世界 那么社会的正义 或者道义的法则 是由上帝的形象来代表的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上帝 然后这么做 是这样 神 这样人间的道德 就有了一种超人间的神圣的意义 但是中国文明中 不存在着这样一个超越性的上帝 或者与此类似的上帝 所以有的西方人 根据这样一点 就指出中国人缺乏道德感 因为他行为不对上帝负责 这个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读博士生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美国教授 蒋英宇 他就讲 他说在这个基督教的文化之中 每个人都信奉上帝 由于有一个至高上帝的存在 你不管在哪 上帝都看着你 但是中国人中 没有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在 中国人的道德感 产生于人和人的关系之间 在没有熟人的时候 他可能就无所不为了 这显然是一种文化的偏见 我觉得是一种西方中心论的观点 我们中国是不是也有不期暗示的那种理念 是吧 中国传统思想的特点 是天人合一 他虽然不依赖一个超越性的上帝 但是他有一个天理 但是这个天理是和人融合在一起的 学者或成为内在的超越 比如说对一个西方人 他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是因为 他的终极一句就是上帝 我们不是每个人 他都要问个究竟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一步一步的推 能推到哪里去 我们生活中 大家都是遵循着一些 物言而喻的 习以为常的规则 很少有人愿意去想想这个问题 但是对一个人是如此 对一个民族就不能这样了 是吧 他要为自己的行为 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观 找一个终极一句 那么对有的民族来说 他就体验在神和上帝上 那么对中国人来说 他是用天人合一的 采取这种天人合一的形态 他不是说我为什么这么做 是上帝要我这样做 而是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是一个人 大家听明白了吧 因为你是一个人 所以你就应该这么做 那么学者就把这称为一种内在的超越 不同文化的人 对此可能会产生一种隔膜 不容易理解 就像我们和基督教世界的人 可能也不太容易理解 比如有一次 我给一些外国来的人讲 一个儒家思想 在讲到同一部分的时候 事后就随即遇到一个小女孩的质疑 大概有十五六岁吧 他说阎老师你说 中国人没有上帝 可是没有上帝的力量 我怎么能够战胜恶呢 是吧 那个是一个 一个特别 就是说那种 很纯正的那种 一个孩子 一个基督徒 他说没有上帝给我们力量 我们无法战胜这个恶 但是这个可能不同 民族文化之间 他就会存在着利益 他觉得我们有点不可思议 我们也可能 大家听了好像也在发笑 是吧 但是有一点 我们可以做一个 用后果来证明 就是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上 出现过无数 这个君子贤人 知识人 是吧 所以你说 中国人没有道德感 这个绝对是一个文化田间 君子的理想 落实在政治上 就意味着 第一 君子贤人 应该是统治者 或者说统治者 应该由君子来担任 这就是中国传统 根深蒂固的 君子治国论 当然不光中国人这么想 可是中国人的这个理念 特别的强 就是君子治国 就是有 拥有从高道德情操的 以及知识文化的君子 是治国的最佳人选 这是第一点 就是君子治国论 和贤人政治思想 第二呢 就是理想的社会 和政治 应该是每个人 都成为君子 统治者的责任 也就成了教化 他不仅是统治人民之君 而且还是教化社会之师 我给大家讲过 君心师的理念吧 大家恐怕还记忆犹新 中国皇帝的命令 他的治理 被称为教化 是吧 称为教化 那么就体现了 中国人的一种特有的政治理念 教化 使每个人成为君子 是一个比富国强兵 更高的目标 肖公权先生的 中国政治思想史中 这是一部很好的书 大家可以看一看 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儒家心目中的政治 既不是治人 也不是治事 而是教育 整个社会 无异于一个培养人格的 伟大学校 也就是说 在儒家看来 政治的最高境界是教育 那么 以治人治事的这种角度 来看待政治 是西方和现代的观念 假如我们 像采取那种西方的政治观念 或者像中国法家 我们上次讲到那种理念的话 那我们可以把政治 仅仅看成一个 运作权力的一种活动 是吧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有一个观感 什么呢 政治是肮脏的 对吧 西方人也有一个这样的理念 政治是肮脏的 政治家无诚信可言 现在社会都是非常之重诚信的 但是政治家经常说假话 这个 但是 在儒家看来 政治就不是肮脏的了 为什么呢 政治的最高境界是教育 所以它不但不能是肮脏的 而且是从高的 应该是神圣的 下面我们在孔子之后 再谈两位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 一位是孟子 一位是群子 孟子号称亚圣 就仅仅次于孔子的意思 他在文化中 在中国文化中获得了这样一个地位 也是非常之 发人深思的 孟子并不是孔子的门徒 所以孟子他自己这样说 欲卫得为孔子徒也 欲诗书诸人也 孟子说他自己是诗书于孔子的 大家知道这个诗书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不是直接的门徒 而是通过间接的学习 而接受了他的思想 这种情况就叫诗书 所以现代生活中 有的时候我们还使用这种话 叫客气话 比如碰到一位老先生 我虽然不是他的弟子 但是我很崇拜的学问 读了他的很多书 也可以这么说 我是私书你的学问的 也可以这么说 书呢就是识的意思 这个书就是 是识的意思 大家在画面左边看到的图片 是孟庙 北宋建 位于山东周城 亚圣殿就是第四季远落 画面右侧 是曲辅承担师赞里的 辅助春 传说是孟子出生地 有孟子故里接 孟武三天的 这个故事 可能就发生在这个地方 下面我们谈一谈 孟子的思想 孟子虽然不是孔子的嫡妻 弟子 但有一种说法 他以子思 为老师 所以他的思想 可以由子思 增身 而追溯到 孔子 所以学术史上 有一个思梦学派 的说法 就是孟子的思想 和子思相近 通过子思 然后可以追溯到 孔子 孟子的思想 首先是继承了 孔子的人爱精神 并且呼吁人政 他在政治上 强烈的呼吁人政 呼吁王道 在这点上呢 孔子和孟子 都是相同的 什么呢 他们都是社会中的另类 在当时的 政治社会发展趋势中 他们是边缘化的 没有多少国君 愿意听他们的主张 他们的见解 有可能被国君认为是愚客 认为是遥远 认为虚无缥缈 而不屑一顾的 是这样的 处于这样的一种情况 因为我们看 孟子 他是以这样的一个 另类的眼光 看社会 比如战国 是一个连年坚进的时代 风天四起的时代 是吧 那么对于胜利者来说 他可能觉得 我们打出了国威 打出了军威 但是在孟子看来 他的光感却是这样的 争地以战 杀人赢野 争成以战 杀人赢成 此所为率土地 而食人肉 给予了强烈的谴责 这就让我想起了 海明威一部小说的题目 大家可能都知道 永别浪无弃 也就是说 孟子是反战的 是吧 反对一切战争的 上一讲中 我们也谈到 战国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 财富大量增加 各国的基地区 大概都不在 都在不断的高速增长 是这样一个时代 但是这个孟子 也没有去歌颂这个时代 歌颂主流 加入到主旋律的行列之中 孟子看到的是另一幅选项 抛有肥肉 就有肥马 民有鸡色 也有恶瓢 此帅兽而食你 他站在那个被侮辱 和被损害者的一方 强烈地谴责 生活中的贫富固君 和这个人民的苦难 孟子的这种态度 又让我想起了 元朝的一句三曲 大家也必定知道 兴百姓库 亡百姓库 所以孟子和这个时代的 发展的主流 也就是和所谓的历史趋势 格格不顾 但孟子和孟子一样 他们由此而不朽 赢得了中国人的永恒敬意 也像人类历史上 很多伟大的思想家一样 他们都不是顺应时代 而是时代的批判者 孟子 他站在普通人的立场上 所以富有民本思想 这是他的思想 又一个亮点 我们看看这样一些阐释 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清 是故得乎求民 而为天子 人民高于国家 国家高于君主 得到了人民的拥护 才能做统治者 假如这个君主 以暴虐 或者以轻蔑 甚至暴虐的态度 对待他的臣民的话 人民可以 以同样的态度回报他 君之士臣如权 则臣士君如国人 君之士臣如土贱 则臣士君如叩仇 孟子说 君有大过则见 反复之而不停则一位 君主有了过错 就应该对他进行批评 不能讳而不言 反复批评之后 他还不听的话 可以推翻他 换一个 如果遇到了一位暴君 他不肯自动下台的话 那么可以把他杀掉 就是革命 这个早期的儒家 有一个思想 就是汤武革命论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儒家是主张革命的 当然这个革命和我们今天的革命 一直不太一样 但是这个革命也有 就是他是针对暴君的 可以革暴君之命 汤武革命的思想 到了汉代以后 统治者不欢迎 也没有多少人讲了 但是早期儒家 还不是如此 早期 我们现在谈儒家 大家可能受电视里 那些讲座的影响 觉得就是修身养性 做好人 是吧 其实不是这样 我刚才谈的 也给大家 可能会有一个感受 儒家是当时社会中的一种 用今天的话 就是吃不同政见者 非常不有批判性和战斗性的 比如对于那些暴君 孟子这么说的 残贼之人 为之义夫 义夫就是毒夫民贼的意思 文诸义夫骤义 慰问世军远 杀掉了这个暴君 是天庭地义 是人民的权利 这不是世军犯伤 民为贵 设计次之 君为轻 这样的思想 也体现了这样一种理念 就是民权高于主权 主权高于君权 朱元璋的 朱元璋虽然是一个 农民企业的领袖 虽然他是一个 当年也是个要贩 在他做了皇帝之后 他附庸奉养要读孟子 那么这个专 昔日的农民企业领袖 当今的专门皇帝 在他读到孟子书中那些话 也就是刚才我念给大家 那些话的时候 极其愤怒 朱元璋常览孟子 是草戒寇州于 为非臣子所依言 当臣子的 怎么敢说这首话呢 下令 罢孟子之配奖 就是祭祀孔子的时候 不是用孟子配奖吗 把孟子的牌子给他撤掉 还说 有敢 金剑的 就以大不敬论 大不敬是要砍头的 是吧 可是当时偏偏有一个 施大夫 真是不法死 抗诸入见 反对朱元璋这么做 他还说 陈为孟科死 死有余容 当时的那个 官员们都为这个前堂 担心 觉得他这次没命了 可是 有时候披肤之治 强于三军 是吧 一个施大夫这种 事实 为了孟子 事实如归的气货 居然也是专治皇帝 为之震撤 杜元璋最后没把他怎么着 但是 孟子配奖 虽然后来恢复了 杜元璋仍然这么想 让学校里的学生 读到这样的字眼 极其不妥 于是下令那些御用文人 把孟子画宗 那些犯机会的东西都删掉 出了一本 删结本的孟子 书名叫孟子杰文 我的电脑中 有一册孟子杰文 限于时间就不给大家看了 这个书呢 藏在北图 原件北图有 但是这个孟子杰文 大概十几年 几十年之后 就没什么人拿着当事了 大家照顾 还是读原版的孟子 所以孟子的精神 为专治者所不容 今天我们在电视上 和各种讲座中 我看也很少出现 讲孟子的 是吧 这个 因为孟子的思想 确实是 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 我们觉得是 在批判性上 是最有亮色的 刚才我讲 这个孟子的思想 有这样一个理念 就是民权高于主权 主权高于军权 是吧 这在孟子的书中 其他地方也能看到 除了民为贵那段话之外 在其他地方也能得到印证 齐全王发烟 很快就取得了胜利 几乎就占领了全境 当时齐全王就问孟子 他说 有人认为我应该 就是占有这个燕国 有人认为 不要占有他 他说我打仗打得这么顺利 一定是有天助我 你说我应不应该占有他呢 孟子的回答是 取之而燕民愿 则取之 大家看清了吧 以燕民的态度 作为衡量尺度 那么如果从我们今天的角度看 你听过发言就是侵略 是吧 你就是帝国主义 但是孟子的标准 不是以是否 侵犯了另一个国家的主权 为标准 而是以那个国家的人权状态 民权为标准 以他们人民的态度 为标准 取之而燕民愿则取之 古之人有行之者 五王是也 周五王就是如此 取之而燕民不愿 那你就不能债务他 如果人们不欢迎你的话 古之人有行之者 文王是也 周文王就是这样 以万成之国 罚万成之国 单是乎将以迎王时 岂有他在 是吧 外国的军队入境了 老百姓带着粮食 带着水去慰问 带着饮料去慰问 为什么会发生 这样特别的情况呢 避水或眼 因为人们在暴政的统治之下 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如水一深 如火一哥 那么这样一个阐释 我们也看清了 孟子的一个思路 就是民为贵的思想 确实就有这样一个理念 民权高于主权 主权高于军权 最后呢 我们还提提一点 就是在孟子的思想之中 对世人的文化尊严 和独立精神 有非常充分的深说 在孟子书中 我们能读到这样的话 居天下之广居 立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大道 得志 与民由之 不得志 独行其道 如果人民理解我 愿意和我一块干 咱们就一块干 如果我得不到人民的理解 那么我不改我的初衷 坚守我的信念 独行其道 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此之位 大丈夫 睡大人则秒之 务实极为为然 刚才给大家念过这句话了 在你游说那些 达官贵人的时候 你就是要看不起他们 不要被他们 道风爱人的样子 说吓倒 这是一种浩然之气 孟子主张 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 武善养武浩然之气 至大至刚 那么这种浩然之气 也在两千年中 塑造了中国世人的品格 我想很多同学都知道这样的诗句 天地有正气 杂然复流行 相则为何月 上则为日行 愚人愚浩然 配乎色昌明 大家知道是谁的诗吧 文天祥的正气歌 文天祥 这位伟大的爱国者 他所深处的浩然之气 就是来自孟子的激励 好 下面我们再讲 先秦 儒家的另一个代表者 就是群子 群子的名字叫群晃 他是赵国人 年十五岁的时候 就在季下学工游学 后来在季下学工中 号称老师 老师的意思就是说 用我们今天话 就是资深教授的意思 特别受人尊敬 有学问的一位 有成就的一位先生 这个在孔子后学之中 寻梦好像是 沿着不同的途径 在发展自己的思想 那么群子的思想是什么呢 我们有以下三点来介绍 第一点就是 唯物主义的天道观 以及人定圣天的思想 在《寻子的天论》中 有这样一段惨事 天行有常 不畏谣唇 不畏结王 硬之以智则急 硬之以乱则凶 当年我读中学的时候 课本上就引了这段话 现在读中学课本上还有 是吧 那么这段话呢 大家已经不陌生了 他被学者称为一个光辉的 唯物主义的命题 我们觉得 我们刚才讲了 中国古人 不同的思想家 产生的是不同的天 那么群子所产生的 是一个什么样的天呢 就是一个自然之天 存自然的 是吧 他的运行有自己的规律 不会为姚这样一位 贤明的君主就存在 也不会为夏节这样的暴君 而这个规律就消失 你如果遵用了这个规律去统治 你就会得到好的效果 违背了它 就会发生混乱 那么这样一个阐释 确实是 非常之精彩 我们甚至 课间有一位 有人问我 汉代的儒生和先秦的儒学 有什么不同 就是汉代儒学 我说汉代的儒学 就高度神道化了 天就成了一个 有意志的主宰了 讲天人感情 讲什么 在意说 福利说 出现那样一套东西 但是荀子不是这样 在荀子那个天中 是一个存自然的天 荀子思想 第二个 富有特色的地方 就是性恶伦 这和孟子相反 孟子是主张 性善的 孟子认为 这个善性存在于 每一个人的心中 每一个人都可以 有成为圣人的可能 这就是儒家思想的一个特点 刚才我讲儒家的君子观 是吧 所以儒家思想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 每一个人都有成为圣人的机会 这点和佛教都有点相似 每个人经过修炼都会成佛 众生平等 是吧 那么儒家也认为 徒之人可以为语 人皆可以为遥顺 我不知道在基督教中 有没有类似的说法 就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成为什么圣人 每一个基督徒都能成为圣人 也有 但是这种圣人 是比一般的信徒教高得多的那种 很有神圣性的那样的 这个咱们事后再讨论吧 就是说 孟子他主张性善 每个人都有成为姚孙的可能 但是荀子的思路完全不同 他说人之性恶 其善者为也 每个人的天性都是恶的 之所以后来能表现出善 那是由于伟的原因 但在这里 大家一定不要把这个伟理解为虚伟 说人这个 的善良都是表面装的 都是虚伟 都是心里肮脏 不是那个意思 这个伟是什么意思呢 人为的意思 伟这个字就是由人和伟加在一起 就是说人的性 天性就是恶的 比如一群孩子 你拿一个苹果 给一群孩子吃 他们肯定得打起来 是吧 不信你拿什么巧克力啊 苹果啊 什么蛋糕啊 你试一试 就要争起来 就要你养的宠物 养好几只 他也会争神一样 人天性就是如此 那么只到了一定年龄 就恐龙上离的故事就出来了 是吧 这是一个后天教化 是人为的教化 是社会教育所造成的 教育依赖于什么呢 依赖于礼仪 用礼仪去教育 那么礼仪是哪来的呢 是圣人所制定的 生于圣人之伪 是圣人人为的 非故生于人之性也 礼仪不是人天性就有的 所以 那么这个礼仪的任务 和圣人的任务 是要干嘛呢 化性而其为 用人为的东西 改造人的那种 恶的天性 那么这样一个阐释 对人性的认识 就和孟子 是不是相当之不同了 是吧 和孟子相当之不同了 那么由此 这种礼仪或者礼智 就有限制人的行为 改变人的行为的意义 他作为一种制度性 一种架构性的东西 那么他和制度 国家制度 就一举同工 就是他进一步发展 就是国家制度了 所以为其而生礼仪 礼仪是人为的东西 生出了礼仪之后 就要制定相应的制度 礼仪体而治法部 甚至必要的时候 制定法律 那么在这个时候 群子就由儒家的思想 逐渐的转向了法家 因为按照这个逻辑居论证 法律也是必要的 是吧 那么由此我们就进入 群子思想的第三个特点 什么呢 以礼 路法 如法 兼宗 我们在群子书中 能看到很多阐释 就是群子对于王道和霸道 给予了几乎是同等的尊重 这和孟子完全相反 对那些能够开辟土地 能够搜发民财的官员 这个孟子说 这个 现在的君主把这样人看成是最好的臣 最好的大臣 这在古代就是民贼 那些能打仗 能够攻城掠地的 军人 那么也是为 这个 同志者看成是最好的将领 那么孟子也说 这种人在古代 那就也是民贼 所以对于 富国也好 对于强兵也好 孟子都是一个强烈的排斥态度 他觉得都和王道不合 因为霸道的内容是什么 霸道的内容就是富国强兵 是吧 那么王道就是讲教话 讲人证 而荀子呢 与孟子就不一样了 伦理尊贤而忘 纵法爱您而霸 在 也就是说呀 我们简单的说 荀子的思路是这样的 霸道也没什么不好 霸道再加上人证 就是王道 所以王道还是比霸道高 但是他和霸道也是西区相当的 就是霸道再加上人证 就是王道 那么 孟子的思路 所以在先秦的儒家后学中 荀子的学说 具有一种王霸奸宗 如法合流的鲜明特招 因为荀子生活的时间 已经比较晚了 已经接近秦统一了 那么历史发展的趋势 一个庞大的 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 官僚政治的帝国 已经遥遥在望了 所以 荀子他 在这个时代 他对政治的看法 已经和孟子有相当不同 而这种儒法兼宗呢 在后来就成了 汉代儒学的变化之一了 就汉代儒学 吸收了很多 现金法家的东西 那么荀子的儒法兼宗 也是一个预告 未来的儒学将要化成 这样一种变化 最后我们该阐释的是法家 但是本课的时间也到 下一节我们再看 先进的法家学派 他在多个方面 都是和儒家对立的 好 今天讲到这儿 下课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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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